资本到底可以有多是血,如果你一生足够幸运,足够远离黑暗。或许无法体会,生命一旦标价,资本就可杀人。 众所周知,存在设计缺陷的波音737 MAX系列飞机在今年的两次航行中,带走了346条人命。而设计缺陷也使得波音公司在半年之中,时刻处于舆论的中心,没有明确事故具体原因。 没有妥善处理受难者,没有高管承担责任。甚至家属连尸体都看不到,在波音公司的眼里。这就是一次意外事故。 今天,波音承诺向737 MAX追击事件的遇难者和家属赔偿1亿美元。346条人命,平均下来一条人命差不多200万人民币。 当然,这并不是按照正规的诉讼途径得到的赔偿,或是波音迫与高压舆论进行的抚慰。而这笔钱也并不是一次性赔付,而是分多年投入。解决遇难者家属教育、生活和发展方面,其中还包括建立社区。 真正能分到每个家庭身上的,又有多少呢?据悉,波音公司和空中客车竞争多年,几乎到了有你没我的程度。 如果其中一个能做出更好的飞机,另一个就会亏损巨大。 2010年,空中客车宣布升级它最受欢迎的机型A320,一种在国内很普遍的客机。 于是,波音为了更好的抢占市场,在没有检验的情况下,通过了737MAX的设计方案。 但是一个存在设计缺陷的方案却被投入生产,全球无数航空公司使用。 波音的内在逻辑是,几亿美元的人命,哪里抵得过几百亿美元的生意? 而这种思维方式,在资本圈已经是普遍存在的事实。 有50%的利润,资本就铤而走险,为了100%的利润,资本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。 有300%的利润,资本就敢犯任何罪行,甚至冒脚手的危险,这并不是在危言耸听。 先说说中国盲景,一个能为没老板正的别墅、酒店、豪车的存在。 这里曾遍布大量灰色交易,盲景,又称暗景,不直接通达地面,而是有升降设备。 一旦发生矿难,景下的工人很难逃生。 所以,一般来说,在盲景中工作的工人要比一般的工人挣得多,因为伴随着随时而来的生命危险。 但是,早些年有些矿主为了能够压缩人力成本,偷偷抓智力障碍者下井,甚至还雇佣同工。 而一旦出事,年入几千万甚至上亿的矿井,索赔付遇难工人也不过是80到100万人民币。 而大多时候,作为家中唯一的劳动力,80万,就等于买断了他全家老小后半生的幸福。 一条命,80万,一个家庭的后30年,这笔钱怎么算都是赚的。 除了中国,矿产这种盈利巨大的产业链,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相当的适血。 大家可能听说过南非的血钻,但是,有谁听过iPhone手机中不可或缺的稀有零件吗? 这笔钱,苹果公司早都给大家算在了成本之中。 一部苹果手机的稀有零件,到底会付出怎样的代价,据研究表明。 一部iPhone手机中含有33克铁,17克克,6克铜等件金属,还有少量贵金属。 包括90毫克银和36毫克黄金。 仅从浓度上来说,一部手机的含金量是那些被科学家称为高等级矿产资源的100倍。 当然,这不算完,iPhone手机里还有一种被称之为瓦坎达震惊的不可再生资源。 这些稀有金属很多都是来源于冲突矿产,是沾满血汗的不易之矿,什么是冲突矿产。 在刚果民主共和国非政府军事组织所控制冲突地区的矿区,开采了大量的稀有金属矿物。 这些稀有金属拥有着全球广阔的市场,不单单是苹果公司一家而已。 但是,这些矿产开采背后往往伴随着压榨铜工、暴力胁迫等行为,有多少人会因此丧命。 华盛顿邮报2016年一篇报道就详细介绍了刚果股矿工恶劣的工作环境。 约有10万名矿工在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情况下进入矿井,这其中包括4万儿童。 因为同工成本低廉,这些儿童的家庭往往没有能力承担昂贵的学费,想要他们出来工作补贴家用。 往好处想,这些儿童挣钱之后或许会有机会读书。 但是,长期处于缺乏保护的环境中,这些同工用自己的健康换来了一份微薄的薪水,除了容易受伤和死亡。 长期暴露在粉尘环境和有毒的骨化合物,不少人都患上了严重的呼吸疾病。 而且生出的孩子很大几率会先天畸形。 这些同工拼命工作的时薪,可能还不够纽约最低的工资标准。 而这些金属的价格,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使用智能产品,而水涨船高。 联合国2014年一份报告指出,这些被非政府组织控制的矿场,一年的产值最高能达到2亿多美元,而如今股的价格已经比当时涨了两倍多。 这些血汗矿场的收入只会更多。 谁都不愿意将人命和金钱划上等号,可在资本面前,人命的确可以用金钱计算。 波音公司、刚果冲突地区的矿产老板,以及全世界其他嗜血的企业,都选择去用金钱承担责任,用价格补偿生命。 这代价,未免也太大了,1977年,美国福特汽车公司发生过一场世纪丑闻。 明知道汽车存在致命缺陷,却任由汽车出售,原因竟然是,一点一个亿的召回成本远大于5000万的救人收益。 如今,这个成本收益的逻辑依然在资本圈中流传,这个牺牲实在是太大了。 大到无法由某一个人去承担责任,在全球资本流通的今天,我们约的距离,到底有多近。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,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,谢谢。